各位朋友好,在終局風雲的第八期 我講到了彭麗媛利用金鐵林的那些學生 他的那些小師妹組成了一支紅粉兵團 安排宋祖英去巴結江澤民大搞全社交易 安排軍中妖姬湯燦去臥底到薄熙來團夥 獲得關鍵的情報,為習近平最後打倒薄熙來 立下了汗馬功勞 那夫人參政在中共政治當中可以說是一大特色 很多高官的老婆都曾經擔任過重要的官職 影響過高層的決策,在這方面 江青和彭麗媛他們兩個人表現尤其突出 這兩個人他們有很多共同點 他們都是來自於山東的,都是出生在文藝界 都成了中共的第一夫人 有很多的相似之處,所以有人說 彭麗媛就是當代江青 不過彭麗媛的能力比江青強太多了 野心也比江青大多了 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力也大得多了 如果習近平終身執政能夠成功的話 那麼彭麗媛將來對中國造成的禍害恐怕 也比江青要大得多,包括對很多中共幹部的清洗迫害 恐怕也會超過江青,結果會更加的慘烈 可以這麼說嘛,江青和毛澤東的關係 類似狗和主人的關係 江青被抓了之後,審判的時候 自己就說過,我就是主席的一條狗 毛澤東要江青去咬誰,他就會去咬誰 那麼除此之外,江青是很少自作主張去迫害別人的 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例外的案例 他迫害的對象都是文藝界的人士 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蓋他自己早年 在上海的那些男女關係方面的破事 也就是說江青實際上對中共政治的影響不是很大 沒有江青,毛澤東也會找個張青、李青 來去幫他做這些壞事 而願意當毛澤東狗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願意幫毛澤東幹壞事的太多了 有江青一個不多,沒江青一個不少 江青在政治上他自己也沒有獨立的判斷力 也沒有自己的三頭,所謂四人幫 其實當中有另外的三個人 嚴格的說都不算是江青的親信 他們都是毛澤東的打手 他們並不聽命於江青 而是跟江青一起聽命於毛澤東 而且那幾個人他們本身也沒有多少實權 其中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是文藝青年出身 只會動筆桿子,寫黨八股 王滬文他是上海造反派的民兵頭頭 這幾個人他們在中共的官僚隊伍裡面 都沒有多少人脈 在黨、政、軍警這些重要的部門都沒有自己的勢力 也就是說整個四人幫就是一個空架子 包括江青在內 毛澤東活著的時候,他們可以在毛澤東的庇護之下 喇喇呼呼,毛澤東一死,他們根本就不是那些老狐狸 像鄧小平、葉劍英、李先煉這些人的對手 只能任人宰割 那彭麗媛就不同了 他和習近平的關係是狼和輩的關係 夫妻兩個是密切配合了30多年 一起策劃,做壞事,也一起分享最高權力 看過終局風雲前七期節目的朋友 都會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習近平他這麼一個能力頻頻的人 又沒有政績和軍功 他之所以能夠從一大堆的紅二代當中脫穎而出 登上總書記的大位 一方面是得益於他老爹習仲勳的老謀深算的布局 另外一方面就是得益於彭麗媛的沒有底線的操作 利用手上掌握的這個文工團的體系 去射誘去腐蝕那些官員 去掌握官員的貪腐淫亂的證據 然後能拉攏的就拉攏,不能拉攏的就打倒 彭麗媛早年唱過一首歌,題目叫十五的月亮 歌頌的是中共的軍人和軍人老婆的功勞 歌詞當中就有一句說 軍功張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現在他是可以把這句歌詞改一改的 皇帝的寶座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另外彭麗媛還有一點是比江青厲害的 就是他不僅僅是幫習近平培養勢力 他自己也在培養自己的勢力 江青從1949年開始就掌管了中共的文藝事業 但是他是一直在瞎折騰事情 一會兒批判電影武訓傳,一會兒要搞八個樣板戲 一直忙得不亦樂乎,但是他就是不明白 在專制體制內搞政治 重點不在於搞事,而在於搞人 重點在於拉邦結派形成自己的山頭 否則無論你跳得多高,搞的聲勢有多大 你沒有一批鐵桿的親信最後肯定會被別人打倒 事情搞得多了,反而還有反作用 因為事情搞得越多,得罪的人自然也就會越多 得罪的人越多,下場就越慘 74年的時候毛澤東曾經教導過江青 說你不要自己組閣,要當後台老闆 江青太蠢了,他沒有把毛澤東的這句話聽進去 倒是過了幾十年,這句話被彭麗媛聽進去了 現在的彭麗媛也跟當年的江青一樣 已經成了中國文藝界的女皇了 但是跟江青不一樣的是,他總是在幕後操作 得罪人的事情,比如說像整頓娛樂界的飯圈 封殺所謂的失德藝人 追繳這些大咖的稅款,這些大動作 都是彭麗媛的主意 但是他自己不出面,都是由習近平下命令 全部交給相關的那些部門去操作 彭麗媛自己總是做好人 用他手上的權力金錢,還有手下的文工團的女社 去籠絡各界的官員,培養自己的勢力 經過他這麼一番操作,過去這幾年習家軍當中 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支派,出現了一個由彭麗媛親信組成的支派 習近平當了皇帝,彭麗媛就是皇后 我們姑且就給這個支派取個名字 把它叫做後黨,後黨的勢力現在已經不小了 在這次二十大上面,就已經擠進了中共的核心領導層 我給大家說幾個後黨的核心成員 第一個就是新任的北京市委書記 政治局的委員尹利 尹利和彭麗媛都是山東人 1962年出生,跟彭麗媛也是同歲 尹利早年的時候是受過正規的醫學教育 好像還拿過一個博士學位,是山東大學的土博士 後來就長期在中國的衛生部門任職 也曾經一度代表中共去世界衛生組織,去擔任職務 到2003年的時候,尹利在某一個高層聚會的場所 見到了彭麗媛,他於是抓住機會去巴結彭麗媛 他邀請彭麗媛參加醫療慈善工作 還告訴彭麗媛說,很多國家的第一夫人 都是從事醫療慈善事業的 不得不說,尹利這個人他手段特別高強 那一句話就直指人心 彭麗媛嫁給習近平肯定不是因為他喜歡小學畢業生 也不是因為他喜歡習近平的一臉很肉和一肚子好下水呀 他就是看中了習家的權力地位 他不是奔著習近平這個人去的,而是奔著權力地位去的 那麼權力地位的頂峰是什麼呢? 不就是習近平當主席,他當第一夫人嘛 不就是習近平當皇帝,他當皇后嘛 所以一聽到第一夫人這幾個字 他馬上就要尹利去幫他安排,去參加所謂的醫療慈善活動 尹利也很快就給他安排好了,安排他去關心愛滋病的兒童 同時也聯絡了一大批的喉舌媒體 幫彭麗媛大肆宣傳 從那以後,尹利每年都安排彭麗媛出席幾場這樣的活動 幫他在中國塑造起了一個騰麻麻的慈愛形象 那後來還幫他衝出中國走向國際 2011年的時候,彭麗媛被世界衛生組織任命為 結合病和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 這些都是引力,安前馬後盡心盡力幫他操辦的 看他這麼賣力氣又這麼能幹,彭麗媛當然也就會對他特別的信任 特別的關照 到2015年,習近平上台已經有幾年了 已經初步站穩腳跟了 彭麗媛就立即讓習近平把引力調出衛生部門 因為衛生部門沒有什麼太大的實權 把他調到四川去當副省長 然後很快就升任福建省的省委書記一把手 這次二十大,引力再升一級 成為北京的一把手和政治局委員 北京的一把手那是掌握經濟重地大權的人物 可以說是天下諸侯之首 可見引力對彭麗媛來說有多麼重要 如果中共還能開成二十一大的話 那麼引力極有可能在二十一大上面成為常委 還有一個後黨的鐵桿成員 就是新疆的一把手馬興瑞 馬興瑞和引力一樣 也是彭麗媛的山東老鄉 他原先也是一個技術官僚 是航空航天領域的專家 也是在習近平上台以後在彭麗媛的推薦之下 從科技領域進入到政界 然後步步高升 這次二十大也進了政治局 能夠在中共的二十大上面 一手就安排兩個政治局委員 說明現在彭麗媛的權力之大 對中共政治的影響之大 應該說現在彭麗媛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 文革時期、鼎盛時期的江青 更何況後黨的成員還不止這兩個 據北京體制內的朋友透露公安部長王小洪 和軍委委員苗華也算是後黨的成員 他們以前就跟彭麗媛的關係特別好 特別的親近 王小洪年輕的時候就跟習近平夫婦有深厚的私交 這一次他是沒有能夠進入政治局 這是因為他在習近平面前爭從根本爭不過 像蔡奇、李強那些人 那些人他們都太會拍馬屁了 說什麼習近平是偉大剁手 還說他是中國的頂樑柱定盤心 拍馬屁的時候都用排比句 這個王小洪是不會的 王小洪是個粗人 他只會幫習近平去打人 不會說這些好聽的話 因此他就進不了中共最高決策層 所以王小洪應當是看出來了 在習近平面前他已經是到此為止了 不可能再擺持竿頭更進一步了 他的主攻方向應當是要會轉向彭麗媛 應該會進一步的親近彭麗媛 苗華他是軍委委員 以前他在部隊裡面幹的時候 曾經很多次接待彭麗媛 到他的部隊當中去演出 跟彭麗媛的交情也很好 這兩個人現在還是遞黨 但是同時也是後黨 今後隨著習近平年紀越來越大 身體狀況會越來越差 彭麗媛的影響力將會逐步的增長 那麼這兩個人他們的後黨的色彩 也會越來越濃厚 從長遠來看 假設習近平能夠長期執政的話 後黨的勢力肯定會逐步壯大 這是習家王朝的一個大趨勢 所謂春江水暖壓先知 現在已經有人看到這個趨勢了 天津市的市委書記李鴻忠 就是這麼一隻有先知先覺的鴨子 去年11月份的時候 李鴻忠他手下的外市辦公室 就一連舉行了兩場會議 一場叫做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 做好天津對美人文交流工作的研討會 那麼另外一場叫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 做好天津對美人文交流工作的座談會 堂堂一個直轄式的一群官員 居然對一個只需烏有的所謂賀信精神 又是研討又是座談的 不了解原委的人乍一看 還以為這些人都得了精神病 其實不是的,這是李鴻忠巴傑彭麗媛的一番稍操作 五六年之前彭麗媛在訪問美國的時候 曾經去過一個著名的美國的音樂學院 朱利亞學院,到那參觀了一下 那麼到去年10月份的時候 朱利亞學院在天津開辦了一所分校 彭麗媛就寫了一封賀信 稱讚天津朱利亞學院是促進中美人文交流的新平台 就這麼短短的幾句客套話 天津外事辦的那些官員開始的時候都沒當回事 甚至都沒有向李鴻忠匯報 但是過了半個月,李鴻忠不知道從哪裡知道了 有這麼一封信,簡直是如獲自保啊 一邊痛罵這個外事辦的主任政治覺悟太低了 一邊責成他們趕緊安排大家學習這個賀信精神 這就好像是皇后娘娘的意志到了 大家一定要齊刷刷的跪下接旨 這兩場會議就是現代版的中共版的跪下接旨的儀式 接旨完了之後還要高呼 娘娘一名,娘娘萬歲 天津外事辦的他們的微信公眾號叫天下至今 後來還發表了一篇文章 頌揚彭麗媛為新形勢下開展中美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李鴻忠過去這十年他是沒有任何政績的 但是還是被提拔到了政治局 主要就是靠拍習近平的馬屁 那現在他又猛拍彭麗媛的馬屁 這就說明他看好彭麗媛的後黨 在積極的爭取加入後黨 要以後黨黨員的身份在官場上再更上一層樓 那我相信像李鴻忠這樣起心動念的人一定不會少 後黨的隊伍會一天比一天壯大 那講到這裡有些朋友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彭麗媛要培植後黨呢 只要習近平在為中國就是他們兩口子的 如果習近平被打倒了 他也會跟著完蛋 他們兩口子是一條繩子上的蚂蚱 有必要在地黨之外再搞一個後黨嗎? 我告訴大家絕對有必要 倒不是說他要跟習近平去爭奪權力 而是為習近平死了之後做準備 彭麗媛他是個有野心的人 他曾經在某一個文藝界的會議上面發言 大意是說中國最偉大的朝代就是漢朝和唐朝 而這兩個朝代之所以偉大都有女人的一份功勞 幫劉邦建立漢朝的是女后 讓唐朝強盛的是武則天 要完成現在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 女人也要發揮也能發揮積極的作用 從這一段話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準備當女后或者是當武則天的 他比習近平要年輕九到十歲 再加上這個女人通常都比男人要活得長 習近平一般來講會死在他前面 習近平死了以後他就有可能學習武則天 自己接班掌握政權 但是到那個時候習近平的親信 不見得就一定忠於彭麗媛 就像毛澤東的親信不見得會忠於江青一樣 汪東興不就是毛澤東的親信嘛 但是他就是不喜歡江青 毛澤東一死他就勾結其他的那些元老 把江青給抓起來了 那習家軍當中肯定也有一些人跟汪東興是一樣的 所以彭麗媛他要吸取江青的教訓 要學習武則天的經驗 要培養自己的隊伍 有了自己的隊伍 將來才能夠收編習近平的隊伍 同時把那些不接受收編的人通通幹掉 還要把那些權力過大的對他形成威脅的人也得幹掉 所以我建議習家軍的成員現在要去讀一讀唐朝的歷史 因為當年唐高中死了以後 武則天是怎麼樣清洗唐朝的那些老臣的 習近平死了以後彭麗媛就會怎麼樣清洗習家軍 不要以為自己進了中南海就安全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全國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中南海 另外呢就算彭麗媛自己不想接班 他一定也想自己的女兒習明澤接班的 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就得學習女后 要把其他的皇位競爭者全部都給除掉 如果是習家王朝成功建立了 接班人的問題很快就會提到議事日程上面來 習明澤並不是唯一的接班人 他至少還有一個競爭者 也就是說習近平至少還有一個師生子 關於這個師生子的問題已經有人給了我一些材料 這個師生子現在已經進入官場了 正在地方上面歷練 也就是說習近平是有可能讓這個師生子接班的 關於這個話題我今後再向大家詳細的報告 總之圍繞著誰來接班的這個問題 到時候習家軍內部會進行激烈的鬥爭 彭麗媛當然知道要贏得這個鬥爭 就需要有自己的勢力 就需要有強大的後黨 要建立強大的後黨那就得早點動手做準備 彭麗媛現在肯定是忙得很 所以習家軍的成員很快就會被迫選邊站 到底是支持皇子還是支持皇旅 大家要選邊站如果是站錯了對就會有嚴重的後果 要命的是沒有人知道 站在哪一邊是對的沒有人知道哪一邊會贏 無論選哪一邊站都有難以承受的風險 這就是支持獨裁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在中國歷史上幾個接班人為了爭奪皇位大打出手的事情 歷朝歷代都發生過,習家王朝也不可避免 如果這種鬥爭只是侷限在宮廷內部 那算是中國人民不幸之中的萬幸了 搞得不好的話有可能是發展成為全面內戰的 那就會血流成河 也就是說如果習近平確立了終身的獨裁地位 那不僅僅是反習派的官員他們會滅亡 習派的官員也相當危險 全國的老百姓也都會被禍害 當然彭麗媛本人也免不了要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如果是贏了還好,一旦輸了,那結局就跟江青一樣 甚至比江青更慘,甚至死無葬身之地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習家王朝根本建立不起來 雖然這次二十大習近平是站在上風 但是他還得經過明年兩會才能正式地掌握全部的中央大權 然後還需要一兩年的時間才能從中央到地方 進行全面的清洗反習派的勢力 在完成這些動作之前,反習派隨時有可能反攻倒算 而且民間的不滿也已經達到了臨界點 隨時有可能爆發顏色革命 如果習近平政權垮台了,彭麗媛的後黨自然也就煙消雲散了 不過這種結局似乎對大家都好 對於彭麗媛來說似乎不是最壞的結局 至少以後他可以安安心心地在秦城養老了 不需要機關算盡,也避免了血雨腥風 對於中國絕大多數的官員老百姓來說 這個結局也是好上加好不能再好了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官民合作除息救國 終局風雲的第八期,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期節目再見 下期節目再見